手机覆盖率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在马六甲过去的十多年来 我们的通讯建设基本上算是荒废了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我在我的部门也进行了几项改革 包括成立了我们的特别的委员会 去看我们的整个内部操作 让它怎么样可以提升整个建设的这个过程 第二把马六甲成为第一个 可以在电讯塔上面装上QR Code的这个走速 就是更有效的跟人民去沟通说 如果这个人民对电讯塔的辐射啦 电波啦准阵啦有什么疑问的话 它可以透过QR Code scan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在几项的这个努力过后呢 马六甲从509过后啦 5月到2018年的12月 我们已经在55个地区提升了他们的手机的这个网络的覆盖率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啦 为什么我的家没有Unify这种问题 为什么我的隔壁邻居有我没有 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州政府跟我们的通讯的这个部门就有合作 我们在马六甲的Jasin进行了我们全国第一个Bilot Project 那是我们跟TNB合作了嘛 那这个的突破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更加便宜更加容易更加快的那个速度去安装我们的Fiber 那么那时候在两个月半里面呢 我们就在1,100家的用户装上了Fiber 那这个Model如果可以work的话呢 以后我们这个Model就可以推广到全国去 以一个更加便宜更加快速的方式去装这个Fiber 我也成立了MAIoT 就是Melak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我们要如何能够把一个州属成为真正的科技州呢 其实它有几个挑战 第一,人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系统化的制度去保留我们的人才 第二,我们也有需要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人才的那种想法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第三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良好的ecosystem 如果你在科技方面你有想法或者你有什么计划的话 你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好好的发挥 可以一起创造一个科技先进州 那么在整个马六甲州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水管 是属于旧的水管 那么在很多地区,由于这个水管是旧的 我们的水务局就必须要去避免让这个水管破裂 他们必须要减低他们的水压 去年的时候我就争取到了500万的拨款 让水务局去更换这整个地区的水管 让他们可以提升他们的水量 在埃及勒选区有几个地方是常常会遇到水灾的 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呢 他们可能是在Sungai Bhuttad 里面的Taman Sri Yati 那么我们基本上也争取到了96万的拨款 去提升我们在马拉克巴鲁的大水沟把它提升 也在那个龙沟排水出去河那边的那个地方装一个Bump House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运作之下把水更快的排出去 除了把水沟加大还有装我们的帮泡之外 龙沟的整洁度就非常重要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很多垃圾阻塞着龙沟 那么当然除了我们政府部门可以去努力的去清理水沟之外呢 我们也在当地呢常常会有进行大扫除 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的居民也明白 要照顾把环境整洁水沟阻塞 甚至是解决闪电水灾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有责的 在我的选区里面呢我们有很勤劳的服务团队 就是JAPRUN iCRO里面的团队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七个NPKK 还有五个市员每一天的在为大家服务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很愿意协助 那在以后的这几年呢 其实不管是在选区方面还是在我的行政的portfolio方面 我们都慢慢的想要更加积极的去推出很多更加好的政策 更加好的服务以造福我们的马六家的殖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